如果你想白天用精华油 想要那种比较润泽的效果 但是又不想脸上看起来很多油光的 那么就用这个 精杂的面部精华油 非常轻盈的质地 滋润度也够 如果你是想润润的涂上之后 好好的睡一个美容觉的话 那么就用这个LAMED的精华油 用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皮肤很细腻 而且后续上妆会非常的轻松 如果你前一晚休息的不太好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 看上去有点晃气 然后有点卷容的话 那么一定要试试YONKA的熬夜精华油 它除了味道有魅力点奇怪之外 它实际上效果滋润度 跟整体面部提亮的效果 还是非常的明显 YONKA的产品我觉得好用 然后性价比高 除了这一款熬夜精华油之外 我还很喜欢用它们的两款精华 一个是无油紧脂精华 一个是一号保湿精华 我很喜欢分区域来一起用它们 就比如说我会在T区 只用无油紧脂精华 然后脸颊的部分 我会再用了一层包包的 无油紧脂精华基础上 叠加使用一号补水精华 如果你们好奇的话 也可以跟我来试试看这样子的用法 就是相当于把两个相对来说 功效比较单一的精华 并且你需要的多重效果的精华